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由中国体育报 中国体育新体育网联合制作的 第14届全运会视频专访节目 全运英雄 那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 要跟我们连线的运动员 是在本届全运会获得空手道女子 61公斤以上级冠军的功力 欢迎功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空手道运动员功力 那个你现在是在家里吗 现在不在家里头 现在是在我妈妈这个工作室的 不在福建 因为福建不是疫情嘛 然后进不去 那那个刚刚从这个回来 全运会回来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我看你心情特别特别好 好 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安全 那我们再聊回来 你这个是空手道项目 其实啊 对于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空手道还是有点陌生的 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空手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空手道它是一个特别绅士的项目 而且讲究的是一击必杀 而且就是快 就一个字快 然后空手道呢 它是由拳法 腿法 摔法 三个技能 然后组成了一个对抗项目 我觉得我们日常啊 是在很多的动漫和影视剧里面 看到这个项目 这个运动比较多一点 就觉得特别的帅 但是其实很多观众 对于空手道和跆拳道来说 经常把这两个东西 就两个运动项目搞混淆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跟跆拳道有什么样的区别 跆拳道 主要的还是以腿法为主 然后它当然 跆拳道也有拳法 但是跆拳道拳法 并没有说像空手道拳法 这么多样化 然后空手道是由拳法 腿法 摔法 三个技术组成的 而且拳法里头就分好几种拳法 前手拳 后手拳 然后交叉中断 那些拳法 然后腿法 但是空手道的腿法 就是没有跆拳道的腿法 那么多花样 就是技术的多样化 然后摔法也是特别酷 是 摔法 摔法其实有些 有些摔法 其实跟柔道摔法 还是有那么点相似的 其实我个人的经历 我小时候 初中的时候 被我爸送去学过跆拳道 他说是为了女孩防身用 但其实我学了跆拳道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也打不过谁 我觉得他观赏性更多一点 我感觉空手道和柔道 好像是作为女孩的防身来说 会不会更实用一点 其实我觉得 只要是对抗项目 都是有一定的 就是强身见底和防身的 就效果吧 因为他毕竟进入奥运会的项目 他肯定就是说 奥林匹克精神这方面 他并不是 如果说真的 你让其他什么MMA那些 那种自由国际那些 真的去街上 真的遇到了什么歹头 或者打架啥的 对方有一把刀 说实话 你武功在墙 你也打不了人家 是吧 因为就是 很多家长都会说 送女孩去学这些 对吧 还是 有点防身的一个作用 但其实 防身作用肯定是有的 对 但强身健体的这个作用 肯定更多的 对 没错 那 我想私心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跟 就是男孩打架 你觉得你的胜算多大 男孩打架 这个还真不好说 看对方的什么体格 还是什么的 对吧 其实我自己感觉 如果说是 要是碰到那种 也是一样练经济体育的 而且也是对抗项目的 可能女孩 肯定会更吃亏一些 但是如果说 可能平常 就是正常生活中的 就是保护自己 我觉得没有问题 行 那还是挺适合女孩 去学个几招 对吧 因为日常的保扬 对 而且空手道的 对 没错 而且空手道的 安全率是特别高的 怎么讲 安全率是特别高 没有说 就是 其实 空手道它的保护 而且这个项目 讲究的并不是说 去 恶意伤害 或者KO人家 它讲究 我刚才说的 很绅士 这是一个很绅士的项目 对 它是打到为止 就是 打也是打上的 其实这个力度 还是 还是有的 会疼的 但是它不会说 去恶意 恶意伤害你 去KO你 嗯 绅士运动 是打到为止 对 没错 没错 就有点像经验的那种 而且讲究一里十一中 OK 我现在对空手道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相信个观众 也对空手道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那我们知道 你这次是参加 第二届全运会了 跟上一届相比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感触还是挺大的 具体来说一讲 上一届 上一届的话 我当时是 刚练空手道 还不到一年 然后那个时候 而且刚练空手道的时候 因为之前那台人道嘛 然后两个项目的节奏 跟对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 刚练空手道还不到 还不到一年的时候 就好不容易 当时是好不容易 已经有了 空手道那种对抗的感觉了 结果训练的时候 自己注意力不集中 把自己脚踝给崴断了 然后中间 对中间做了一个手术 做了一个韧带重建的手术 然后马上拆了石膏 拆了线 然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立马就是 就说我中间到现在为止 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说 当时我的脚踝 都没有说去做过 一个系统性的康复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已经在国家队 经常练这种 关节能力的训练 其实已经 我的脚踝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就之前伤到了 现在已经痊愈了 对 没错 当时就很神奇 就是这种科学训练 真的很神奇 我当时受伤之后 到现在为止 说实话 我就没有做过一个 系统性的康复训练 然后一直 就是一直到现在 当时打比赛的时候 是刚拆石膏 刚拆线 很短的时间 我立马就上 全运会赛场 但是走路 就走路都是 走的就是没有劲 这个脚踝 因为毕竟刚做完手术嘛 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啥的 然后走路都没有劲 然后你刚刚说 这个科学的一个康复是吧 它具体 就科学在哪些地方 你觉得 让你觉得这个疗效 特别神奇 让你恢复的就是很好 主要后期的时候 我进入高压队之后 就是教练带我练习 就是怀关节的力量 这种小关节的力量 这种科学的训练康复 然后就是 其实恢复是 真的是特别快的 加强一些能力 然后这些小关节的力量 真的是恢复特别快的 我这个概念 从今年 我看苏炳天 他自己也提到 它是一个科学系统的训练 包括康复 都得要按照科学的这种原理 来进行执行 对运动员的这个竞技的寿命 会就是更加延长一些 对你们的身体也更好 对 所以你们平时就对自己身体 要做好很好的一个保护 在训练之余 要做好保护和康复 是最重要的 对 最主要的还是 训练中一定得 保持好注意力吧 而且准备活动 一定得活动开 你要是活动不开的话 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特别容易受伤 嗯 那你这一次 我们再说回来 这一次你这个全运会的 不同的感受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你一个伤病的感受 因为你上一届 全运会受伤了很快 这一届呢 也就是 肯定会注意到这些方面了 对不对 对 从吸取一些教训 主要是上一届 对 空洞道也没有说完全的一个 很了解的一个状态 就是上去就 上去稀里糊涂就上去了 然后这一届的 这间目标会特别的明确 就心里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 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想要 达到的一个目标 目标是特别明确的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这次全运会之前 这次全运会之前 我就是 对自己说的时候 对自己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必须拿管 必须拿金牌 对我不管有多大压力 或者是 说实话压力 并没有说有多大压力 但是毕竟 刚参加完奥运会 然后肯定是要 把自己给就 怎么说呢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国内的舞台上 而且你其实压力应该挺大的 因为刚结束奥运会 又来比全运会 中间调整和恢复的时间不长 对 那你是怎么调整和恢复的呢 都是在隔离期间吧 对对对 隔离期间是有一部分 但是出来之后 不是还有两个星期的那个 就隔离完之后 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马上比赛了 然后在隔离期间的时候 我们都是 国家队保障那边 是对我们保障特别好的 房间里都有训练器材啥的 然后主要就是保证 这21天隔离的身体能力这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肌肉就是 小力量吧这方面 然后出来之后 我们的回到 我回到北京队训练了 然后教练员就给我说 制定了一个 主要是一个心肺 心肺的训练吧 嗯 因为其实 您说您说 我说 您说教练就是对您进行一个心肺的训练 感觉又是特别科学的一个训练系统 对对 感觉现在咱们国家运动员都是 就是开始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 跟国外一样 特别科学的一个训练系统里面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对您身体啊 对你们的这个运动寿命 都有很大的一个保障 对 嗯 然后你刚刚想继续说什么 就是 嗯 我想说的就是 嗯 回到就是回到队里之后 因为毕竟我们刚打 刚结束完一个大赛 就刚结束完一个奥运会大赛 就是那种状态 说实话 其实不缺这种状态的 嗯 然后只是要保证好自己的 嗯 对接下来另一个比 另一个大赛的一个兴奋度 嗯 然后就是我们训练的 嗯 就是心肺 就是体能这方面 其实 也是比较重要的 只要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只要注意好一个 嗯 自己的兴奋度 还有就是技术的 嗯 技术的细节 就是打的这个点位 空手道讲究的是点位 嗯 要打得准 然后就这方面 其实注意好就是 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你对自己的训练 其实也特别明确啊 就是一条一条的 怎么来 很清晰的一个步骤 那你这次夺冠之后 怎么庆祝 有没有什么庆祝的一些 方式啊什么的 嗯 当时我们刚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几个队友 就是一块出去吃了顿饭 嗯 然后在 嗯 因为在石菜提校那边后海嘛 嗯 后海就是撞了撞了撞了 然后在那个敬巴里头聚了聚 然后谈谈人生 谈谈理想 哈哈 还忍了吗 很惬意的哈 对 就很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因为不是长年都在瓜队 然后就是管理都很严格 然后 而且一直在备战奥运会 所以说 嗯 没有那个心思 也没有那个机会去 嗯 这种 几个朋友 几个队友一块聚在一块 然后在外边 就是 嗯 谈一谈 就是自己的比赛感受啊 自己接下来的 嗯 想要去干啥 嗯 因为我想去旅游 我想去长沙 长沙 为什么 嗯 因为吃的多 嗯 我抖音要刷到长沙 就是什么 茶叶月色 然后这些都是吃的 那我要跟你推荐一下 我的家乡重庆 吃的 嗯 不能跟人长沙 就是一定要 拉踩啊 但重庆也特别不错 有网红城市 你会去吃吃看 对 对 我们有一个师姐 是重庆的教练 然后 嗯 他们现在就在重庆 几个人就在重庆 是吧 那你要去看一看 我强烈推荐 喜欢吃 我现在在等 对 现在在等 因为就想看看 福建疫情什么的结束 然后也要回去 就回到福建去看看 外婆 外公 然后看看 就是启蒙教练 这些的 还有原来台人道教练 这些的 肯定去看看他们 对 看完之后 就自己去旅游一圈 对 因为时间够不够吧 时间不够就来不及了 嗯 那我们看到那个 全会之后 你发了一条社交媒体 你说一路走来都不容易 只有自己和团队知道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回头看 你觉得哪段时间 对你来说是最难熬的 嗯 当时二零年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差一步就直接拿到奥运积分 嗯 当时有很多的不对 不确定因素 因为当时时空连是直接宣布的是 就直接直接宣布哪些人就是直接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就是门票了 就是入场券 然后呢 我当时就是差一点点就是排第三嘛 然后跟第二的瑞士选手就是差了一百多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觉得就差最后一步了 然后疫情就突然来了 然后就这么停赛 嗯 然后感觉吧 之前 嗯 19年就是比赛的这些自己付出的辛苦感觉有点 嗯 有点 就是 有点白费了 就有点 对对 付诸东勇 对也不能说错付吧 对对 但是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吧 就是有点天堂追地狱的感觉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嗯 然后也 也就是那段时间其实说话有点 嗯 心里落差也很大其实 嗯 那你那段时间怎么熬过来的 嗯 那段时间其实跟 嗯 队里的教练员对我的帮助有真的很大的 嗯 当时我跟教练员谈过这方面 嗯 然后后来教练教练给我说的就是 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然后 不要去想这些 嗯 这些不可控的因素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嗯 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讲 但是我概括一下 就是他 就是让我不要去想这些不可控的因素 嗯 然后 嗯 走好 就是你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了 就 就该是你的肯定就会是你的 嗯 然后嗯 21年的时候就是宣布再补再补一场积分赛 嗯 而且刚好这一年的 对 刚好这一年的时间 嗯 真的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一年时间刚好给了我 嗯 对我是好处 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一年时间 嗯 让我就是 更有时间去储备自己 嗯 一个蓄力的一个过程了 这一年 对 其实蓄满了更 充足的力量去冲刺 不管怎么样也好 啊 一个好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哈 没错 没错 啊 还好当时有你的教练啊在身边 就是开导你 支持你 对 对当时确实 乖的教练 嗯 就是一直在 在我 嗯 心理上面就是 就是给我 就是给我一些疏导吧 嗯 而且包括身边的队友 嗯 就是就身边的队友 这几个就是 也是在 嗯 也不能说安慰我 就是 嗯 告诉我 就是 对我是个 嗯 嗯 该怎么说 反正就是对我好 就是 就是在给我疏导这方面的 情绪啊 思想啊 之类的 让你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 对 帮助你 其实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我们有时候说 大家训练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能能力水平相差不太多 比拼的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了 有些可能 哎 运动员在 这个 变故 就是20年 这个很大变化里面 可能心态就有点熬不住了 但能走下来的 啊 走到后面的一定会取得 更好的一个成绩 你的亲身经历一定是这样 对对 我觉得 嗯 你付出多少 肯定回报多少 坚持肯定没有 肯定就是说 坚持肯定是 嗯 不会差的 嗯 是 那哎 那你这次 我们再回顾一下 你的东京奥运之旅吧 你来总结一下 嗯 东京奥运之旅吧 我觉得对我人生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 嗯 这毕竟是所有运动员 就是 嗯 最大的梦想 也能够站上奥运舞台 嗯 也是 所有运动员的 一个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只要是运动员 没有人不想打奥运会 没有人不想站上奥运会 奥运的舞台 嗯 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细腻 嗯 但是 而且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 嗯 嗯 就人生一个很重大一个经历 嗯 就对于人生体验来说 哇 能 这辈子能去一次奥运会 我觉得是一辈子都能够就值得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对 是的 嗯 嗯 不管就是反正什么成绩 只要去了奥运会 就觉得 嗯 特别的就是荣幸 啊 光荣 是的 嗯 但是你赛后 你有提到说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让大家失望了 对不起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你刚刚也说了 去奥运会只要去了 你会觉得很高兴 嗯 因为 项目 嗯 跟国家队 对就是对我们的付出真的是特别的多 嗯 然后 包括 平常一块训练的队友们 嗯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平常一块训练的队友们 还有教练员这些 嗯 其实在我们身上就是 嗯 就是 下了很大 很多的努力 然后对我们也是 因为 空手倒是 好几件 就是深奥都没有成功 嗯 然后这一届20年深奥成功了 然后我们的教练组也都是之前练空耳道 一直在等待空耳道进入奥运会 但是好几次都没有进入奥运会 就是他们他们对我们肯定 嗯 就像 就也有把习惯集合在我们身上吧 就是那种 嗯 那种感觉吧 嗯 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陪我一块训练的队友们 就是嗯 嗯 当时因为确实是自己的原因 没有说把这个 嗯 把奥运会给去给打好 然后也没有完成平常 嗯 陪练们就陪我们一块训练 就是国家队需要要求的一些 嗯 训练中的压前点 然后摔法 这些还有腿法技术 这些没有说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给他表现的零零尽致 嗯 然后 嗯 对就是觉得有点嗯 对不起团队吧 嗯 你是觉得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和发挥 没有达到自己平时 在队里训练的一个水平 你是觉得这个 是的 会让你陪你训练的队友也好 教练也好 你觉得会让他们失望 对 虽然说我们觉得你现在这个成绩 取得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拿到铜牌了 嗯 你可能更多的是对 队友和教练的一个 嗯 就心里觉得 哎过一不去对吧 那你赛后之后 对 跟他们有交流吗 有表达这样的心情吗 嗯 嗯 嗯 但是他们他们给我的信号 反馈的信号全都是 嗯 并没有说去指责我干啥的 因为确实 嗯 当时那一瞬间真的感觉到 团队的力量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特别 嗯 领成一股神的那种 那种状态 然后他们都是 我赛后之后 打开手机一看 嗯 然后他们全都是就是 给我说 就说我非常好 非常棒啥的 嗯 其实自己队伍里头人是能看出来 我奥运会打的并不是最佳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但是他们并没有去 第一时间去给我指责这些东西 就觉得啊 说你比赛怎么能打成这样了 看来看来他们并没有说去指责我 但是从从教练员到 嗯 平常陪我一块训练的队友 他们全都是嗯 给我温暖 给我鼓励 嗯 真好身边有这么一群这个朋友和教练 就像20年陪你度过那段南奥的时光一样 在你这个奥运会之后 还是去鼓励你 对 让你重新 重点是 对重点是他在国家队 他并不是 嗯 像北京队下都是自己一个省市的队员 在国家队是各个省市的队员 嗯 而且全运会有些都还是一个 都还是一个级别的 嗯 然后都是有竞争关系的嗯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 因为这种关系 然后就是说 嗯 对我怎么着怎么着的 就是这种就是 人都是 大家都是可善良可正义的 哈哈 那我想听那句话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感觉 你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哎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 你觉得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你觉得原因在哪 是因为自己就是太紧张吗 嗯 不是 嗯 就是兴奋了 兴奋过头了 哎这样也会影响竞技状态吗 对 会的 其实 嗯 嗯 不能 就是比赛的时候不可以说 就是 状态太捏 嗯 嗯 不能说没有状态 嗯 没有状态跟 兴奋过头都是一种 紧张过度的表现 两个 两个极端吧 啊 所以你那个 对我兴奋 对兴奋到抗凤了 我当时 我当时晚上睡不着 嗯 就是比赛前前一天晚上 我满脑子里全都是 自己比赛那种画面 然后就是老是老是睡不着那种状态 到很晚 很晚吧 我觉得应该是很晚 后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嗯 但是一个晚上都感觉是半睡半醒的状态 嗯 就没有睡透那种感觉 嗯 然后第二天也一早就醒了 嗯 然后也一直都是处于睡不着的状态 然后整个人可兴奋 可精神 结果到比赛的时候就有点兴奋过头了之后 嗯 就是有点 整个人状态太亢奋了 兴奋过头 没有说 把一个该发挥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嗯 因为其实往往在这种赛场上 你在越放松的一个状态下 你发挥出来是越好的 对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也不能太放松 哈哈哈 就不能当在自己家一样 哈哈哈 还是得稍微紧张一点点 但你这个精神亢奋吧 对沒錯 还是属于神经一直在紧绷着 就还没错 嗯 对 因为一点都不放松 那也不行 对 而且最主要的是说 也是自己 嗯 当时一看那个小组抽签出来 嗯 其实我也知道奥运会 就看小组抽签出来 全都是我-68级别的 就只有一个 伊朗是正68级别的 嗯 其他都是我-68的 而且都是交手过很多次的 嗯 然后都是知己知彼 都是很了解对方的 嗯 而且就是自己 真的是 嗯 嗯 老犯一个错误就是轻敌 然后是银沟里翻船 就是这样 那你什么星座呀 可以问一下 我是狮子座 哦 那很正常了 哈哈哈 狮子座就是特别容易人来疯 然后哎 遇到什么事挺挺那个兴奋的 嗯 嗯 但是奥运会确实对我来说 嗯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在心态上面 就是让我成熟的特别多 嗯 然后对我的全运会 真的也是一个警告吧 嗯 所以才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 从奥运会吸取教训 对 然后以一个很快的一个时间 把状态调整过来 对 以最好状态去参加全运会 哎 是的 那你觉得你全运会的时候 心态就是跟奥运会相比 调整的怎么样 就是不会过于亢奋了吧 当时是平衡的很好的 嗯 对 而且就是心里一直告诉自己 就是嗯 足手这个东西 嗯 偶然性挺大的 嗯 然后 不管碰到谁都不能说去轻敌 嗯 这个是我最致命的 其实 都要去尊重对手 对 嗯 嗯 其实我很尊重对手 只是 只是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太 太太过有信心了 太自信了 对吧 对对对了 然后发 导致就在场上发挥 就不是说 嗯 发挥出自己该有该有的水平 嗯 然后这次全运会的时候 嗯 这次全运会的时候 我都一直就是 一直告诉自己 一直告诉自己 一定得要稳住 嗯 那对你不容易了 狮子座的特质就是 特别特别的自信 有时候这种 这个很好 但有时候可能 在赛场上 可能稍微要 诶 再沉稳一点 对吧 对 嗯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 你这个奥运会 是获得一枚铜牌 你觉得这块奖牌 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嗯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嗯 只是一个开始 嗯 嗯 嗯 我并不觉得就是 嗯 我们这一次比赛的时候 就没有发挥出 咱们就是平时 正常的一个水平嘛 所以咱们肯定会觉得 嗯 那以后肯定要去 拼更好的一个成绩 对 嗯 嗯 然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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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都是特别的 可积极 特别有状态 嗯 感觉整个人都不累的感觉 哈哈哈哈 真的 然后就 就想着赶紧比赛 赶紧比赛 我想打比赛 天哪 这种心态 就是我觉得如果对手知道 其实也挺害怕的 哈哈 想着打完比赛 赶紧 打完比赛赶紧隔离 隔离完 赶紧打完全运会 然后我就可以吃吃喝喝了 嗯 哎 那你当时就是 除了每天比赛 你在奥运村 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我听说有那个 奥运村有美甲店 嗯 我们不允许去那些 还有奥运村 还有一些就是娱乐 娱乐场所 什么 乒乓球啊 台球这些 嗯 游戏机这些的 我们 不是不允许去那的 嗯 所以几乎你都是在训练 对 对 没错 每天就是 一天两天 嗯 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对 没错 因为他们 国外运动员 还有国外的教练员 就是这些人太 人太多了 怕就是 嗯 出问题嘛 嗯 还是怕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国家的那个队员 有感染 这个新冠 然后就直接回国了 所以咱们这方面就 注意的特别控制 特别严格 嗯 但也会少一些乐趣了 在这个奥运村里面 嗯 其实还行 因为已经习惯了 嗯 嗯 因为平常我们的训练都是 嗯 有点属于半分闭式的训练 嗯 就每天就三点一线 吃饭睡觉训练 嗯 吃饭睡觉训练 哈哈 那你在奥运村的时候 你除了训练 会关注其他比赛的项目吗 嗯 会 我 嗯 但是 我们到奥运村之后 其实已经 我关注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嗯 你关注哪个比赛 我实在是 我关注台湾道的比赛 哈哈哈 嗯 其他比赛就 没怎么没怎么关注 嗯 没有另外喜欢体育项目了吗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喜欢体育项目了 除了空手道和跆拳道 嗯 其实只有平常 嗯 一般就是自己 嗯 娱乐的时候 会去游个泳啊 干啥的 嗯 但是说实话 对 嗯 感兴趣的奥运项目 我就 我就是台湾道和空手道 嗯 那除了这两个 你没有其他的 你想说 如果自己不练空手道 想去尝试一下的项目有吗 嗯 尝试一下 我这些都没有想 都没有去想过 那你就是唯爱空手道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嗯 风手道跟台湾道已经是我人生中 嗯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哎 那你最开始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你最开始怎么去学的这个呀 嗯 不会是像我一样 嗯 你父亲母亲就是爸妈妈 觉得哎 女孩要学点防身的东西啊 就送你去学点武术什么的 学点台湾道 一开始 一开始真的是 啊 是吧 一开始 嗯 那我特别小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 台湾道刚在国内 就是说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嗯 好几年前啊 好多好多年前 那时候可小 嗯 八岁 八岁练的台湾道 但是我五岁的时候就练武术了 练了两年武术 那你父母对你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是很高的 嗯 主要是家里人就是 嗯 我的家里人对女孩子的要求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什么琴棋梳化 要当母淑女 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女孩子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 嗯 保护意识 嗯 其实一半也是强身健体 一半也是 对 就是自我保护 嗯 是的是的 嗯 那你学完武术再过 学了三年的武术 然后再去学跆拳道 学两年的武术 学了两年的武术 再去学跆拳道 然后再转空手道 对 这都是你自己的兴趣吗 就是你哎哎爸妈妈我一定要就继续学 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小孩小孩那我不懂 嗯 我那会也不懂 嗯 然后让我去练我就练了呗 然后练了练了练了练的就 慢慢开始爱上他了 嗯 嗯 那你学武术对于你学后面 跆拳道和空手道 有什么帮助吗 你觉得 嗯 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 因为毕竟武术它的 它的那个协调性 嗯 跟柔韧这些是很讲究的 嗯 然后到到台人道之后 然后我的 嗯 但是很小我的 我的那就是身体能力 就 就会比 就是别的那种同龄的小孩 就是我说会更好一些 更突出一些 嗯 我觉得对你学这些 对自己的这个性格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你必须要吃苦啊 嗯 对对对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嗯 我的性格就是 从小我的性格就比较适合 嗯 这样的项目 嗯 怎么适合 就是 嗯 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 特别闹腾的 嗯 就我就行不住 我天天惹是那种 嗯 然后就完全停不下来 嗯 在那在那写 写个作业 我都要 我都不能 就是我做 我根本就做不住 嗯 就这种状态 我压根就做不住 然后 嗯 坐在教室里 或者坐在班级里头 然后我就是 蹈裤蹈裤别人 就惹一惹别人 然后我就压根就 我就行不下来那种状态 嗯 可好动 所以就送你去学这些 能够 绅士运动嘛 对不对 对 变得安静绅士一点 哎 我们刚刚就是 在节目开始前 我就看到 你们家有小猫 我在微博上也看到 你晒出好多 你养的猫的一些照片 这肯定是一个 资深的禅士官了 你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家的猫猫的成员 好吗 嗯 行 有两只不在 不在我妈的工作室的 嗯 在家里头 因为现在回不去嘛 对 现在是有两只 嗯 来介绍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 可以 镜头先 就在我身边 我把这个拿下来 好 这样 那就这样 可以看到吗 哎呀 他睡成这样 啊 他平常睡觉��요 不睡吗 对 他平常睡 incluso四阳八叉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犬犬 犬犬 犬犬 犬犬犬 犬犬犬 对 他长得可犬 他的眼睛 我刚撿 对 我刚撿他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是这样 往下大蜉的 啊 所以看起来一副犬相 然后睡觉 adequ 天呐 像是什么品种 他是我捡来的 中华田园猫 啊 中华田园猫 对 当时在山西训练的时候 然后在当时那个 风潮快递柜那边 然后我就听到 听到就是有小猫叫的 就是可私心练肺了 然后我刚好走 我刚好走过去 它就朝我跑来了 特别萌 但是才巴掌大 现在养得可肥了 所以你相当于是收养了它 对 人美心善的小姐姐 那这只像橘猫一样 还有一只是什么品种 对 叫什么名字 还有一只是免婴 快起来 我把它抱到沙发上去 这儿 终于看到活的 这个品种的猫咪了 它们性格怎么样 它们都可乖了 就你抱手里 它是不动的 它俩都是 它躺下了 它叫什么名字呀 它叫奥运 奥运 对 你平时叫它奥运 奥运 对 叫它奥运 因为这只小猫 对 是自己奖励自己的 它是新成员是吗 对 它是新来的 来了家里多久了 不到一星期吧 因为刚放假没几天 然后跟我一块 从北京坐飞机回来 你从北京把它带回了 就是这边家里 对 因为当时是在 那个猫社也是在北京嘛 嗯 那你如果说 每次拿块金牌 你就奖励自己一只猫 那我觉得不到几年 你们家应该是 全是猫 嗯 嗯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拿到金牌 就奖励一只猫 嗯 主要是 这 嗯 这次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 养一只长毛猫 嗯 而且我特别喜欢 大型的猫 猫狗 嗯 然后免婴猫 是我已经就是 看中好久好多年了 然后一直没有 没有说去完成 自己就 没有说去给自己 嗯 一个这个 嗯 反正就算这次奥运 刚好也拿了一个第三 然后自己奖励给自己的 一个小猫 嗯 但我觉得对于你 对猫的喜爱程度来说 我觉得过两年 应该会再加几只的 哈哈 不一定啊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还不一定 嗯 你说这次奥运会之后 就是有很多朋友 就是观众朋友都认识你了 啊 大家对你的评价 就是又美又洒 又能打 颜值和实力并存 你 那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 你觉得自己哪一刻最美 嗯 我觉得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 是最美的时候 就是那个 嗯 对 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 因为 呃 是自己 能 能感受到自己 就是 呃 赛前付出的那些东西 嗯 在比赛回馈了给自己 那个时候我是 我觉得自己是最开心 最美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 不只是为自己取得荣誉 也是为国家 对 为自己所在的省队 对取得荣誉 那个时候 就是从内而外的 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美 对没错 那那种感觉真的是说 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哎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 空手道 不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所以你接下来是有一个 什么样的计划和目标呢 嗯 空手道就是差一个奥运会 嗯 嗯 包括其他所有大赛全都有 嗯 就是差一个奥运会 嗯 嗯 市领赛啊 亚运会这些的 嗯 全都是有的 所以说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嗯 打好亚运会跟市领赛 嗯 对 而且明年就在杭州 也很近了 嗯 但是 嗯 只要祖国需要随时能站 嗯 我们也真的希望以后空手道能够再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嗯 我 老实我相信空手道不止这一届奥运会的 是吧 因为它真的观赏性 对 它观赏性很高的 而且这个项目真的是很悠久的 嗯 在所有对抗项目空手道是 嗯 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项目 嗯 因为之前不是 空手道是堂手 嗯 是从好紧 好早好早好早就有了 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做了个科普 当时 我刚练空手道的时候 因为我毕竟 我都不知道空手道是啥 然后自己又去科普了一下 嗯 然后就说的是 嗯 当时那个时候 嗯 日本还不叫日本 叫什么琉球国 嗯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是过来 嗯 嗯 交流文化 然后 学习了中国武术 嗯 是男权还是啥来的 然后然后从中国武术里头去 嗯 分流出来 对 对对 也变成空手道这个项目 哎 你看你爱一个项目 连他的历史全都搞清楚了 嗯 然后然后这个项目 很多人都说 这个项目是日本的 嗯 其实这个项目是中国的 嗯 是全世界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 人群最多的一个 对抗项目 所以我觉得 他不会只有这一届奥运会的 嗯 哎 那我们也希望 如你所愿 他虽然下一届 不是奥运会的项目 但我们希望他下下届 下下下届 甚至以后 都能成为奥运会的一个 比较固定的一个项目 让大家 全世界的朋友 都能看到 哎 你所热爱的这个项目的 他的魅力 对 嗯 对 这是我的生日愿晚 今年的生日愿晚 嗯 这个愿望特别好 啊 那我们也希望 以后能够如你所愿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今天跟公立聊得 也非常开心啊 那感谢公立 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分享 也再次期待 见证公立 在这个赛场上的表现 上支付宝搜 中国体育 为家乡 助为加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时段的 全运英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